下列哪些分子 其分子间具有氢鉴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氢鉴形成的原因 氢鉴为分子中电幅度大的原子如 佛氧氮上的氢原子 可以跟另外一个分子上电幅度大的原子如 佛氧氮 只不过另外一个分子上佛氧氮 必须要有孤电子队 可以形成所谓的氢鉴 原因是电幅度大的原子 会将这一根供价鉴上电子 信扣进电幅度大的原子 使得带有部分负电 而氢带有部分正电 因此它可以跟另外一个分子的佛氧氮 以正确的方位接近而形成氢鉴 所以我们只需要找氢在分子中 皆有佛氧氮即可 因此对于 第一小题 氢有接在佛 所以第一个是有分子间氢鉴 而第二小题 氢則不对 第三小题 HCN HCN也是具有氢鉴 此为特殊的氢鉴 第四个 硝酸 硝酸分子是为 HNO3 我们看一下硝酸的结构是 含氧酸上的氢 是接在氧上面 所以我们发现 氢有接在电幅度大的氧上 因此第四小题 硝酸具有氢鉴 而第五小题 氢硫酸分子是为 H2S 氢没有接在电幅度大的佛氧氮蛋上 因此不具氢鉴 第六小题 KOH 氢氧化甲 此为 氢氧化甲 离子化物 不具分子结构 虽然氢是有接在氧上面 因为没有分子结构 所以没有所谓的分子间氢鉴 因此第六小题 并不对 第七小题 甲醇 氢有接在氧上 所以具有分子间氢鉴 第八小题 甲米 我们画一下甲米的结构是 碳 结有三个氢 接着氧 再结碳 再结三个氢 氢都是接在碳上面 因此没有接在氧上 不具分子间氢鉴 而第九小题 醋酸 也就是乙酸 COOH 氢有接在氧上面 所以具有氢鉴 第十小题 连氨 我们来画一下连氨的分子式 为N2H4 其结构是为 我们可以看到 氢有接在电腹大原子 佛氧蛋上 且佛氧蛋上面这个蛋 具有孤电队 因此可行的 奔子间氢鉴 所以答案为 1347910